就是一个理念 就是什么呢 传身的力量给予一点发出 那么这一点是怎么去做到呢 我们首先以上步冲拳为例子 大家看上步冲拳 那这是一个上步冲拳 那么这里这个动作呢 有几个细节给大家讲一讲 稍微就明白了 那么首先第一步上步 上步冲拳 那第一步肯定是上步 上步这里面是一个什么劲呢 上步带动身体往前走 这是一个优劲 就是身体带动体重去发的这个劲 那第二个呢 就是身体往前优之后 那么这个后腿的蹬劲 身体一优后腿一蹬 就出去了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翻腰的劲 翻腰对 你看出拳的时候在这 翻腰出拳 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大家想到的拉弓架 十字架 其实拉弓架讲的就是一个翻腰的发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拉弓架现在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说对针 前手往前打 后手往后拉 那这是什么原理 它为什么会使你的力量增大呢 其实我给大家做 我双手放在那里不动 我只是翻腰 你看 它就是一个对拉 是吧 我只是将腰再翻 翻动我的腰 对 它就形成一手前一手后 那这么做是为什么 就是说这也就是为什么练武术的出拳 它没有说像普通人打架那样 轮圆了拳头 或者说需要蓄力 举起手来打 它是直接在这里出拳 这就是拉弓架的作用 比如说我一出拳 前手往前打 后手往后拉就放到这了 那这时候我前手已经打完了 同时我也完成了后手的蓄力 那么我再一翻腰 这一拳又出来了 再往后一打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拉弓架的体现 那么什么是十字架呢 十字架其实在就是在这个架的基础上 加一个向下沉碎架 整个身体往下沉 就是这是稳固你的拳架 就是说像你的 让你的拳头集中 静整而不洒 集中向一个点积打 这就是说保证你的身体不会左右 拳架不会洒 左右前后这些摇晃啊 或者说被地方打一拳出去 被对方轻轻一拨就拨走了 拨开了 这是体现在这一个作用上面 但是从中才都有 就能够着这个按摩 你觉得是摇晃的 这是一个让人们的 触中心的 神组的 是想要做那些 但我会不会对方的 如果帮助就能够 就能够在一户 感谢观看